您现在来收看的是产业先锋队 嗨大家好我是雨板队长 欢迎收看我们的产业先锋队 今天是11月26号礼拜二 那么今天下午呢 我们会有一个这个英雄的游行 中华队 那好了 在这个昨天呢 大家开心的一天 庆祝中华队的夺冠 那今天怎么大盘怎么变成这样 昨天道琼还创高 虽然呢这个道琼创高 但是呢我们看到几档重要的股票 TNT的概念 台积电 辉达 特斯拉 昨天股价都拉回 那这个今天大盘这个样子 好吗 外资的空单还在布啊 那意思就是说 外资好像在看坏 今天曾经一度 开盘以后跌了303点 300点 大家想说 因为昨天的期货盘 就已经往下走了 所以看起来全指股呢 好像是处于休息的状态 等一下 你在期货市场布空单 那么你现货来讲的话 你怎么会去做多 大家的想法会是这样嘛 然后呢 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 全指股休息 所以中小型股 有机会表现吗 有的 那又回到一个重点来 即便是挥打他在做拉回 可是整体的AI的趋势 是没有改变的 好吧 挥打拉回 但近期 黄仁勋又在 点名了所谓的机器人的产业 而且他认为可以去量产的 几种 几种概念 自主机器人 然后加上汽车 还有加上一个什么 无人机 等一下 这是第一次他把这个 所谓的机器人产业里面 可以实施大规模量产的 他把无人机来做了一个点名 所以无人机呢 今天呢 似乎在起飞 在大盘不好的环境下 来我每次都讲大盘如果不好 你就会看到一些中小型的题材股 会上来 会来变成要角 那好啊 那就是变成今天 来了 机器人概念 无人机 好 那么当然有些题材性的股票 也开始往上冲 简单来讲 有些有题材的股票呢 他并不是有获利能力 他只是带的题材走 获利或许不这么好 但是呢 基本上他题材好 未来看到方向是不错的 第二 这个产业前景是有需求的 我讲的重点 就会在这个地方 那大家都在思考啦 那你像今天有一些比较特殊题材的 比如说 核大啦 他要切入所谓检测设备的这个领域 所以今天核大直接攻上去涨停的 股价也不高 那么核大攻上去涨停 那当然相对的高峰也拉上去了 那么隐汉 那是机器人的代表 我们过去一直跟大家讲 机器人如果你去看的话 如果开始动的话 先观察隐汉 罗生这一类的股票 好 无人机也开始飞了 今天一度雷虎去飞去亮灯 但是呢好像是没有被击落了 但是飞上去点灯以后呢 又又开始往下开始了 就是他有这个题材性 那大部分的股票都是在低档 所以我看起来就是说 讲个题材 就类似我们在讲BBU的题材 BBU 好 BBU我看一下 找一下资料 BBU其实题材很多 那重点就是 我在看到的这些题材里面 他反应就是 好多BBU我们去选嘛 很多BBU都变成了注意股 甚至变成警示股 就是分盘交易 好啊 那注意了注意你还 我觉得还蛮狂的 你越是讲注意 大家还越注意 你越注意 那有的量就带出来了 我们先给大家看这一档股票 我为什么会提到这一档股票 其实当初我们在看BBU的时候呢 除了一个电池概念 那我们连接到其他在BBU产业里面 都有可以占得到 但是会被遗忘掉的 那就这一档股票而言的话 它本身又有机器人概念 哎呦 对齁 那你看一下 今天11月26了 9.00分是吧 开盘了 贺应兴再度跳空亮灯掌停 恭喜大家 11月25号 贺应兴再度跳空亮灯掌停 恭喜大家 两根 11月22号9.06分 贺应兴再度亮灯掌停 恭喜大家 三根 11月21号9.07分 贺应兴亮灯掌停 恭喜大家 所以这是从这边开始的 对 11月21号开始的 到11月26号 这四个交易日 它都在亮灯 嗯 我猜 要是你可能 第二根可能会跑 但是呢今天 第四根 所以你高兴怎么跑就怎么跑 好不好 假设你也是在这边 就进行卡位的 所以 所以大家有没有想一件事情 大盘好不好 其实关他什么事 没有 跟他没有关联性啊 不是 他已经 重新再来 11月21号亮灯掌停 再度亮灯掌停 再度跳空亮灯掌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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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11月26号的早上的开盘 那可是呢 我们再看看他今天的表现会是怎么样 哎呦 来开盘 砰 砰 打到哪里 49.25 砰 震荡 亮出来了 9567张 本来锁掌停的时候是没有亮 这个 这个股本小嘛 所以 哎呦 但那量怎么那么大 哎呦 都已经注意股了 就跟你讲嘛 注意你还动 注意照动 好吧 那就是量能跑出来了 那这个量呢 基本上 你不能形容它是换手量 因为毕竟啊 大家来看K线 这种中小型股 小型的题材股 毕竟短线真的涨幅很大 所以呢 变成注意股 这里我提醒大家 注意震荡 大家来来来 注意震荡就好了 好吧 那刚才有形容过了 那如果是我们在这边看 其实今天早上 我又给大家 我先找一下资料 我给大家那个看了一下 在股东前朝在那边讲 因为本来 没有太多时间 明天还有一个连线 明天大概是10点40分左右 我先找一下资料 好 对 刚才讲过的黄仁勋在唱多 机器人的产业 唱多嘛 看望无人机量产的前景 这个是新闻下标 所以看多机器人产业 那么这几档股票 是不是还有机会了 索罗门 罗森 尹汉 看望无人机量产的前景 那么汉翔 雷虎 中光电 我这边特别打一个红的 原钢 充钛 这个在产业链里面 但汉翔的股本有没有比较大 好像股本比较大 对吧 汉翔股本 我们来看一下 汉翔是吧 这个还真不好起飞 因为94亿的股本 这有点大 刚刚看的雷虎 股本就比较小 对吧 股本比较小 那股本也不小 39亿啊 但是基本上他们都在低档对吧 这个才刚上一张季线 为什么提到这一档 为什么把它打成红色的 如果你要说有标案 标案取得标案 但中光电旗下中光电智能机器人 这家公司蛮厉害的 就是不断的 不断的取得标案 而且呢 他真正有量产的时机 就是外销的时机 如果这样子来看的话 他很符合国际标 我的意思就是说 中光电旗下的 中光电智能机器人 比较吻合无人机的概念 我这样跟大家说明 虽然中光电的本身 看起来似乎获利一般般 但是他的旗下这家公司很厉害 所以呢 如果用无人机的概念来去看的话 未来最有可能持续得到标案的 会是中光电 就我目前的看法会是如此 所以提供大家做一个参考 毕竟 这股票也修正了一个很长的时间 所以呢 重点是要买对股票 你说说 汉翔也不错啊 但重点是 他股本很大 你说雷虎呢 雷虎是这样了 他股性也非常的活泼 但是呢 有没有可能 那个进驻的买盘能持续 还是大家是沾酱油 问倒油碰一下 无人机 有在飞了 来来碰随便找无人机的概念 这无人机他 基本上要串到哪里 你的概念里 里面无人机是串军工 他连结度是连结军工产业 对吧 结果被黄仁勋讲 黄仁勋讲一个 变成无人机 变机器人里面的 可以量产的 他怎么又归到机器人 那个部分了 所以他本身也是机器人 讲实在话 他也是机器人 你说那种自杀式无人机 什么油的 那个机器人 好吧 那各位 那你觉得无人机好不好 我觉得无人机的产业 在我国的政策里面 它是一个要被扶植的产业 而且呢 国家队呢是这样 国家队已经成型了 早就想打世界杯了 那么如果这样子来看的话 第一个要去红链 也就是我的零组件 要能够自制嘛 所有的自制 所以大家印象里面当中 你去连结到中国 你第一个想到无人机 是什么品牌 一定是大疆 大疆无人机 好那大疆无人机呢 当然我国现在无人机的产业 现在已经蓬勃在发展了 因为我们走航太 我们走军工 其实走的都不错 所以重要的一点 去红链化以后 变成本土自制了以后 去争取国外的订单 那我觉得后续来走 它是一个政策扶植的供应链 有什么好处呢 当然有好处 这个政策扶植以后 它就会注入很多的资源进去 好那中长线我觉得是看好 为什么看好 很简单 你知道吗 即便黄仁勋不讲无人机 那我觉得无人机将来的应用 他不能把它当作消费性产品 他一定是属于军工类 那甚至你要去把它摆在机器人类 那这样的话 慢慢慢慢这个产业会成型 因为整个供应链已经出来了 国家队也成型了 未来争取订单 我觉得不会是太大的问题 所以可以布局吗 我觉得以位阶来讲的话 真的可以去布局 好这是我对无人机的看法 至于他今天攻上去不攻上去 短线上绝对有题材 我的意思就是说 短线有题材 你就不用担心短线 当冲还是怎么一回事 或许明天盘稳定了 变成痴心回流 回流又到哪里 跑到电子股身上的情况 他可能又会弱下来 但是提材够丰富的股票 我觉得后续的动能会很强 好了再来 早上一大早 其实我们在看东阳 开盘是这样开的 开盘 开这样 往上开 再往上攻 好 120.5 好了 120.5 来了 上次跟大家讲 东阳的整理平台 进行突破之后的拉回 还会再突破 而且平台会电高 你说我们之前讲的对 还是不对 我为什么之前就跟大家讲东阳 这个整理的平台 突破以后拉回整理 它会电高 这个平台会电高 你看看今天它突破 前面高点115.5 这好不容易过哪里 113对吧 记得吗 我们当初讲的 然后这边115.5 再突破它以后 拉回整理一下 现在量能一放 各位 它整理是那样说 对吧 那整理有没有回撤前面低点 没有 直接就来了 带着量能上攻了 问 到底AM可以留吗 我问 到底AM为何不能留 1 它处在旺季 没问题 2 它过去的成绩单端出来 是相当好看的 来我们来找一下资料 给大家看 好看吗 我觉得很好看啊 你觉得难看吗 我觉得很好看 我觉得非常漂亮 你今天要我去提说 你知道吗 我买的股票 有赚钱 而且有钱景 而且怎么样 储在旺季 你告诉我哪些股票 在旺季 有赚钱有获利 而且比去年还好 你想看看吗 不好想对吧 好来 东洋超车 对吧 这三档全部都超车 你说地保就差这么一点点超车 前三季完全超车去年 去年大家都表现得相当不错了 没想到今年来得更好 对吧 好你看哦 毛利率全部都三十几% 现在又处于旺季 你告诉我 这种股票在旺季 获利又超车 然后明年前景看家 你的旺季 我先讲旺季是从第四季 到隔年第一季 到明年的第一季 都叫旺季 如此一来 股价不表现真的是太委屈 五块多 前三季赚五块多 还没有加上旺季的最后一季 提维西也赚快要五块 股价在那边打混 在六十块打混 所以你看 我讲的就是 你有基本面 你基本面非常良好 你获利良好 你未来前景不错 你现在身处旺季 那股价 怎么可以在那边混呢 慢慢的就 它就开始来了 所以当东洋拉上去以后 我们就发现 咦 之前我们跟大家讲 里面有个很便宜的股票 是梗鼎 哇今天攻到哪里 40.65 来 40.65 是什么概念啊 短线又创高了 有没有 它逐渐的朝着 我们之前跟大家讲的 那边有一根币雷针 在哪里 找一下 在这儿 哇 这根币雷针好长哦 对吧 当天 当天 你看那个震荡有多大 最高攻到40.8 最低36.85 结果收盘收在36.9 我没想到那边收在 几乎收在最低啊 好吧 所以你从这个range来看的话 哇 那中间在这个上面套牢的人 他有经过这一波解套 有没有 有没有 来了 他通过这里 然后后来又往上攻 又来通过这儿 后来又往上攻 再继续往上攻 这三天 这两天 都持续在往上攻 今天再来攻一个高点 哪里 40.65 碰到什么 要解套 哇今天盘这么烂 哇你攻上来很好 我要解套了 好来各位来了 如果你现在说 我放了一阵子 我现在要解套 解了 你觉得他那个40.8 那根壁雷针 攻得过去吗 我觉得他攻得过去 为何 他现在本益比才13倍 所以今天的震荡是 因为还是有解套压 当然 他过了40.8 没有 40.8没有 没有耶 所以震荡 不用怕吗 不用怕 为何要怕 你告诉我他怎么赚钱 有 那好 那同样的道理 我们再来看看 肯定是长这个样子 他提威西我觉得更可怜 你要说可怜 用可怜来形容他 哎 就赚快5块钱的股票 现在股价在65块 那前面的高点在74块多 将近75块左右 你说他慢慢墊高 慢慢墊高 真的是筹码结构的问题 所以我跟大家讲 这家公司在 在美国 底特律呢 他有要设 设厂嘛 对吧 这是我们过去跟大家报告过 符合川普的美国优先嘛 所以呢 我看好提威西在后面的动能 所以这种股票基本上他不是不会涨啊 他等待时机啊 那是谁呢 东洋来带头啊 东洋只要能够带头起来的话 我觉得东洋他的股价可能 应该到这个地方还不止了 这是我现在目前的看法 我刚刚讲一讲 中光电就飞起来了 这个其实 其实要怎么去形容 就是说有时候我们在看哦 你去买股票 你都会担心说 那股价好 是不是有点危险啊 什么什么 那你在高档一定危险啊 中光电还给你供到100多块去 我的妈呀 那现在的位阶在这里 我刚不讲他刚站上季线吗 站上季线是带着量能站上的 虽然说 那是因为黄仁勋讲的这个话 可是如果你真的去看他旗下的这个智能 中光电智能机器人的工资 确实他的内涵相当的好啊 就是我讲 你要有资格啊 你要有资格 你要有能力 你要有量产的经验 你要有能够销售出去的经验 所以他符合 这个条件他符合 所以我觉得股价飞起来耶 合理 好再讲一下 那就合理了 所以早上我有在东森股东前朝有推 推荐这一档股票 在这边也跟大家报告一下 再来呢 要来跟大家讲什么呢 我来看一下 哎呀这个很重要 这个必须要讲 我每次都讲说 不要有什么遗憾 就说搞不好 你手上有一些这种股票 他还没动 但是他底部打得非常好 我再找一下资料给大家看 找这个资料呢 原则上会是这样 上次给大家看是这样 对吧你还记得吗 印星嘛 上次我们在讲的时候 包括我们在东森股东前朝 包括我们在我们的股市情报局 包括在我自己的 产业先锋队节目里面 我所跟大家谈的重点是因为 他的最主要的客户叫做台达电 里面所做的不断电系统 除能系统这一些 好 那为什么我会谈到这档股票 因为他股本很小 而且他获利超车 好 他符合我们要的 就是说没有赚钱 对吧 那第二 你跟得上这个潮流 你BBU 我们还没讲之前 没有人把它放到BBU里面 是那一天东森主播又答问我说 队长他是属于BBU概念吗 我说是啊 我那天开始试跟涨停 好吧 那我们再找一个 跟BBU有关联性的 来 先找资料 BBU有关联性的 那那那那那那找谁呢 然后呢 获利要良好 获利能够超车的 来他 具想 你要说BBU有关联性的 我讲一个重点 他很早就在做BBU了 来 大家请看 他供货最主要是哪里 机房 你知道吗 通称 资料中心里面 我们讲的那个都是机房 资料中心 只要放伺服器的地方 那个都是机房 好来 主机机房所需要的 电池备源系统 就是BBU 电池备源系统 如果讲中文就变这样 讲英文说写就变成BBU 他所用的金属机构件 占营收比15% BBU概念 获利超车 怎么样超车呢 今年前三季 赚了将近4块钱 去年全年赚了3.54 各位 来 3.54算是不错了 今年更好 更上一层楼 还有个重点 他现在订单能见度 看到明年第二季 AI应用占比大概15% 也就是说他切进来 他动能 他动能就是在AI 而且呢 他基本上他有一个 大家在讨论那个低轨道卫星 低轨道卫星呢 基本上他已经 有送件 要干嘛 要认证 他之前就送件了 所以低轨道卫星的认证 需要一段时间 但是认证下来 他又切到低轨道卫星 所以我大概算了一算 他身上的题材 除了这个BBU概念 AI的概念 他原本是走自驾车系统 什么自驾车系统呢 也就是我们讲的那个 自驾车里面 大概至少 至少要六颗镜头 所以他之前切进什么 镜头的模组 然后做什么 VCM 音圈马达 好 这个以后更详细的 我再另外找时间 跟大家报告一个更详细的 那 为什么会去找到这一档股票呢 我觉得他的生产基地 非常的广泛 你来看一下 布局布得非常广 我觉得台湾啊 台湾面临着世界的竞争 尤其是面对川普的新政府 如果你说今天 我要对墨西哥下手来 你看他有墨西哥 有 对啊那怎么办 墨西哥我要提高25% 我关税要变成25% 好来 那没关系 那东南亚呢 印尼 马来西亚 泰国 菲律宾都有厂 菲律宾厂啊 车用需求大概是明年会开出产能 所以现在目前的桃园观音二厂 来开 这个产能已经开出来了 因为客户的需求 比较急迫的需求 是在这边来处理的 所以 理论上 我所看到的 不管在车用也罢 不管在AI也罢 所以这档股票 理论上的获利会越来越好 尤其是 他的资本支出 我先讲啊 今年资本支出是20亿 大概是去年的13倍 的资本支出 那你看他的股本是不是20亿 所以你能把资本支出 搞得跟你股本一样大的情况之下呢 你就会发现 中小型 基优有获利题材的股票 他可能不会寂寞 那我们就来看看 那短线上量能是不是还没放 对 他在整理对吧 没有错 但整理的线型呢 如果你仔细去观察的话 你就会发现 哎呦 这个底做的很完整啊 拉回整理 这从100多块跌下来以后 打下来打下来 好来 最低点在这个位置 大家请看 回撤 低点 反弹 碰到季线 反压 拉回 回撤 没有回撤低点 好吧 然后开始慢慢慢慢量缩 那这两天外资有小福的加码 那我的看法 他回到季线以后 站上季线以后 会往百元俱乐部持续再挑战 各位请看 会往上 因为这个 短线的底已经打 足底完成了 所以 即便大盘不是很好 但是呢 股价还相当稳定 所以看起来呢 似乎呢 又是一个蛮好布局的一个标的 有BBU题材 有低尾道卫星 有自驾车题材 所以资本支出 资本支出20亿 所以对他的未来的扩产能力 一定手上有订单 不然不会这么干 哎 好 包完毕 大概是这种概念 所以 概念 大家要知道 所以你那个说 我说 我完全不担心所谓的优质股票 有赚钱 有获利 有题材 毛利率拉起来的一定是什么 产品优化 毛利率拉起来的绝对是产品优化 请看毛利率 33.98% 产品的优化 会决定你的获利 不是吗 所以重点来了 过去曾经在百元俱乐部 掉出来的 只要他的获利面良好 而且未来前景不错的话 他会回去 所以这才是我们的机会 所以大盘拉回的时候 我们要特别留意这种股票 像我们过去讲的01 跌下来 那我来给你再看一下 那种过去曾经拉回的股票 现在又强势的股票 还有哪一些呢 我还有时间吗 还有哪一些 我想看看 对 折叠机的赵立 我给你看一下赵立 请问赵立 他是不是拉回来休息 真的 拉回来是不是 变得好像类似V转 怎么又回去了 又上来了 谁来买 投信 各位投信 等一下 投信为什么要买他 你里要做账吗 机会来了 华为供应链对吧 华为心机效应对吧 没有错啊 所以股价经过修正 获利状况良好 你觉得股价修正是问题吗 不是问题 他回来啊 反攻啊 要不要给人家公道 要 是吧 我说我要给你公道 我跟你讲 要给公道的人太多了 这盘面上一堆 我觉得很可惜 很多股票就是这样 资金要跑到你身上来啊 青睐 你才有办法怎么样 有还我公道 还我公道 冤枉 冤枉 也是这样子吗 冤枉 还我公道 那股价在还公道的时候 基本上 现在十一月 要接近底了 我们这个礼拜 接着十二月 你觉得 到底要等到什么时候 不用等啊 这几天啊 整理完就要开始发动了 还有一个重点啊 我们十二月迎接的是十一月的营收啊 十一月的营收 十一月的营收 十一月的营收在十二月十号 以前要发布 在这个情况之下 如果你前三季获利良好 你十一月又丢出来不错的一个成绩单的话 各位 那想想象可知 你的第四季也会不错 所以呢如果你真的要做账 那一定就是 是大约時間点 持续喔 我先跟大家讲 十二月五号 到十二月二十号 这一段时间是最容易 砰砰砰砰砰砰砰 砰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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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砰 炮火开始攻击啊 不然呢 要等到明年嗎 那股价 你公司的市值 就是看你的股价啊 所以呢看起来呢 似乎这样子做账行情呢 仍旧值得期待 即便我跟你讲 今天大盘跌又怎么样 你盤中跌了303点 你有没有看到很多股票 现在还在拉 在往上攻 对啊 我说压回来又怎么样 你怕他干嘛 整理是吧 整理没有差 股票啊 没有不可能 没完没了 整理整理很合乎正常啊 而且大盘因为在杀 所以符合才会跑 这个正确吗 这个是正确的 大盘杀300点 你才会逼符合跑掉 这个没有信心的筹码 才会突然吓到 哎呦 吓我一跳 先告辞了 啪 走人了 所以我未来要攻的时候 你根本不在 那个叫压力 那符合的压力不在 不在我就好攻 好不好 哇 那乐观吗 我现在讲完 我不知道你乐不乐观 但我很乐观 你说这个大盘叠账 你还乐观 我就是乐观 所以跟大家讲 股票这件事情 是往往超乎我们的想象 就是说它突然反转 你就来不及意识到 直到它变成注意股 就像我提的 为什么要跟你去谈硬心 当时没有人把它放在BBU概念 还是那一天东森股动前朝的诱打问我说 队长这是BBU概念吗 我说是 那一天 他们又把BBU概念里面列出了一档 叫做硬心 但你的本质你进去看 它不就是台达电最大的供应商吗 要做的就是什么 不断电系统除能吗 所以它就是啊 那市场把它遗忘了 因为更多人把它放在什么 机器人概念 当它今天拉出了四根涨停板的时候 我们如果回到之前 我所跟你提的那个本质的话 你应该想看看 至少捞个一两根吧 对吧 那今天量比较大了 大家我觉得可以了 那当然要关注一个后面会发展的 它现在在右上角 我们找右下角的股票 简单 因为什么 它的复仇能力更强 好吧 那大概是这样 特别提醒大家 再说一次 今天下午是有游行 我不知道你 今天下雨 但是呢 我觉得真的很开心 我到现在还在回想 那个打出权力打的过程 所以呢 我在这边呢 我特别办了这样的一个活动 一方面呢 我也是棒球迷 我也想 好不容易 真的很不容易 当然股市 你在作战也很不容易 就是我们讲我们买的股票 它是要有实力的 要证明给你看 你买的是对的 所以呢 我都会讲那种基本面很扎实的股票来告诉你 等到有一天 它筹码洗完了 它开始板工的时候 你会发现真的 它能够带来带给你的喜悦 就是来自于 或许逆转胜的感觉 或许是逆转 大家都不看好这种股票 突然拔起来了 所以我做的这次的特别活动呢 就是全雷打一加三的特别活动 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 这一分 这三分 都是全雷打 一加三 麻烦各位 请你在我的LINE里面 还没加入好友的 请你先加入好友 加入好友以后 请在LINE里面留言 赫加上联络电话 赫加上联络电话 然后呢我要带你买强势股 实力坚强的强势股 好 然后呢这一加三的特别活动呢 我会再跟你说明 什么是一加三的特别特别活动 恭喜中华队 再讲一次 恭喜大家 真的是非常辛苦 来 再说一次 这个大盘不用怕 拉回是机会 赶快来参加我们全雷打 一加三的特别活动 LINE留言 赫加上联络电话 祝大家操作顺利 我们明年见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特别有加证券 无不当真财物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付投资风险